事實上李希和除了是刑事警察出身之外 由於李希和跟總統賴清德關係相當好 也是屬於台南幫成員 當年兩人是因為兩次地震交接互動 配合有一定熟悉度 賴清德也因此對他留下深刻印象 警戒就解讀了說李希和的出現 可能就是賴清德的意思 警政署副署長李希和比下 臺灣警專校長方養寧 成為準台北市警察局長 除了刑事偵查人另外 他還有方養寧遠遠比不上的地方 就是跟總統賴清德的緣分淵源 2016年2月台南圍觀大地震時 李希和當時擔任永康分局長 在轄區圍觀大樓救災 不眠不休指揮調度 當時賴清德是台南市長 也因此對他留下好印象 沒想到2018年7月花蓮統帥大飯店 因地震倒塌時 李希和還剛好是花蓮縣警察局長 在現場指揮弱定頗有大將之風 而這時賴清德擔任行政院長 現場勘災兩人又再次同框 地震連結起來的信任關係變得更加穩固 而李希和的貴人還不只賴總統 現任警政署長張榮欣也跟他關係匪淺 李希和卸任台南有康分局長 接棒的就是張榮欣 兩人也因此熟識 更在地方上有共同好友 在關鍵時刻便發揮重要影響力 李希和是形式專業出身 僅大四七期畢業 除了對上關係 基因不錯 對下也頗受好評 他的部署曾表示李希和個性勿實 喜愛研讀老子道德經 對下屬也沒有架子 畫匣子一旦打開 就能聊上好幾個小時 李希和被拔捉成首都警局長 也被認為跟台南幫的淵源脫不了關係 但這一次和方養林之戰 也引發中央與地方的大地震 就看李希和的交際手腕 以及專業能力 能否在台北市撐起一片天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維羅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